海綱動工事事收入 需要檢討 為什麼他們能夠把剪刀拿出工廠 這些事情是要檢討 製作上、管理上 可能也需要再去加強修正 但是他們從點獄長、副點獄長 到監護科長 他們積極認識 而且很勇敢 不怕危險 這樣的做事態度 我覺得是可圈可點的 而且我們平常的健安小組的訓練 好像又發揮一定的功能 在事故發生的時候的 SOP 都有照不做 所以中央門出不去 他們從側門出去的時候 也是沒有辦法拋走 當然這個也要感謝高雄警察局 他們的警力補助 使得他們被逼回監獄裡面 所以其實大家的通力合作 跟這種通報協調 還有從小證署 高雄地檢署 還有警政署 跟當地警察局的通力合作 我覺得都使得這件事情的災害